菲尔南达乘坐一列 由武装警察保护的火车回到马孔多 一路上他注意到了旅客们的紧张 沿线村镇驻军的戒备状态 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不祥气氛 但他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事 直到抵达马孔多 听说和赛阿尔卡丁第二正在鼓励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 菲尔南达心想 这下全奇了 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者 罢工在两个星期后爆发 但并没有造成事先所担心的严重后果 工人希望星期天可以不用去采收和运送香蕉 这一要求听起来合情合理 连伊沙贝尔神父都认为正符合上帝的准则 因此出面支持 这次行动 以及此后几个月中其他行动的成功 使默默无闻的 和赛阿尔卡丁第二名声大噪 而以前人们还常说 他唯一干成的事情 就是让法国妓女挤满了整个市镇 他以当年卖斗机去发展荒唐的航运事业的那种冲动 辞去香蕉公司的监工职务加入到工人一边 没过多久 他就被指控为企业扰乱公共秩序的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 在流言四起的那个星期 一天夜里他参加秘密会议后遭到陌生人袭击 却在四发手枪子弹下奇迹般逃脱 接下来的几个月 连住在自己黑暗角落里的乌尔苏拉都觉察到了外界的紧张气氛 感觉回到了儿子奥雷里亚诺波恩迪亚上校 怀揣顺势疗法要玩 暗中策划起义的那个危险年代 乌尔苏拉曾试图以前车之鉴 劝告赫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告诉他 在那个暗杀之夜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兄弟的消息 乌尔苏拉感叹道 和奥雷里亚诺一个样 世界好像在原地转圈 菲尔南达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安之若素 丈夫因他未经自己同意就决定了妹妹的命运 而与他大吵一通 从那以后他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奥雷里亚诺第二曾想去搭救女儿 必要的话甚至会报警 但菲尔南达给他出示了文件 上面写明女儿进修道院是出于自愿 实际上妹妹签字时 已经置身于铁栅栏的另一边 仍像被人领入时一样魂不在意 在内心里 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相信那些证据的合法性 就像他不相信马乌里肖巴比伦进院子 是为了偷鸡 但这两个说法安抚了他的良心 使他没有歉疚地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庇护下 继续百宴欢闹 大吃大喝 菲尔南达对市镇上的动荡漠不关心 对乌尔苏拉的预言充耳不闻 实施了自己的最后一步计划 他给将要成为初阶神职人员的儿子 何塞·阿尔卡蒂奥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说 他姐姐妹妹因患黄热病 已安息在天主的怀抱里 后来他将阿玛兰达沃尔苏拉 交给桑塔索菲亚得了比达照顾 专心与隐身的医生通信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几经推迟的通灵手术定下最终日期 然而隐身医生答复说 鉴于马孔多的局势不稳定 暂时不宜做手术 菲尔南达急不可耐的同时 又缺乏对外界的了解 居然在另一封信里 向他们解释不存在什么时局不稳 一切都是自己小叔子胡闹的结果 说他最近心血来潮 搞个什么工会 就像以前开河通行时一样疯狂 到了炎热的星期三 他们还没达成共识 这时有人敲响家门 是一位老修女挂着一个篮子 为她开门的时候 桑塔索菲亚得了比达 以为是一件礼物 想接过那个用绣花台金盖着的篮子 但修女没有让她拿过去 声称自己受命要严守秘密 亲手交给菲尔南达本人 那是妹妹的儿子 菲尔南达以前的灵修导师在信中告诉她 孩子出生于两个月前 由于她母亲不愿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 只好用她外祖父的名字 奥雷里亚诺为她命名施洗 菲尔南达对命运的这一嘲弄愤怒不已 但在修女面前仍不动声色 她微笑道 我们就说 这是从飘来的篮子里发现的 修女说 没有人会相信 菲尔南达反驳道 既然大家都相信圣经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话 修女留下吃午饭 等待返程的火车 她谨守言训 没有再提婴儿一个字 但菲尔南达仍然将她视为 自家耻辱的一个知情者 暗自惋惜 中世纪绞死通报噩耗的使者的习俗 没能流传至今 就在那时 她决定等修女一走 就在水池里淹死婴儿 但良心阻止了她 她只好选择耐心的等待 等着上帝以无限慈悲 来帮自己摆脱这个累赘 新来的奥雷里亚诺满一岁时 市镇上的紧张局势 毫无预兆地被激化了 和塞阿尔卡丁第二 和其他一直隐藏于地下的工会领导人 在一个周末不合时宜地出现 在香郊种植区的各村镇 发动游行 警察只是出来维持秩序 但到星期一晚上 领导人被逐个拖出家来 带上五公斤重的脚料 关进省监狱 这其中有 和塞阿尔卡丁第二 和洛伦索加比兰 后者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上校 流亡到了马孔多 他常说 自己曾亲眼见证战友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英勇事迹 不到三个月 他们就获释了 因为政府与香蕉公司 没能就哪一方应当负担囚犯 在狱中的伙食达成协议 这一次工人的不满在于 居住区缺乏卫生设施 医疗服务纯属欺骗 工作条件太过恶劣 另外他们还提出 公司从未支付现钞 总以带用券顶替 而那只能用来在公司的货站 购买弗吉尼亚火腿 和赛阿尔卡迪奥第二入狱 是因为他揭露了公司 利用带用券制度 来降低国品的海运成本 假如不为公司货站供货 那些从新阿尔良 回到装载香蕉的港口的船只 只能白白空食 其他的指责尽人皆知 公司的医生 从不为患者做检查 仅仅让他们在医疗站前排成一队 有一位护士依序在舌头上放置一颗 胆繁色小药丸 不管他们患的是瘧疾 令病还是便秘 这种千篇一律的疗法 引得许多孩子一次又一次排队 领来药丸却并不吞下 都带回家去 在玩彩票游戏中做筹码 公司的工人挤在简陋的宿舍里 工程师们没有设计厕所 只是在圣诞节时去营地 给每50人提供一间移动厕所 并当众示范如何延长使用寿命 一度簇拥在奥利利亚诺 布恩迪亚上校身边的那些黑衣律师 如今已经老迈 改为香蕉公司效力 他们以魔法般的手段 将那些控诉变为无效 工人们拟出了一份联合请愿书 但过了很久 也没能正式通报到香蕉公司那里 一听说请愿的消息 布朗先生就把自己玻璃车顶的车厢 挂上火车 与公司里最知名的代表们 一起从马孔多消失 然而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 一些工人在妓院里 捉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让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名 当时他正赤身裸体 和自愿引他上床的女人待在一起 阴郁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 那人与公司没有任何瓜哥 为防止他人质疑 他们还把那人当作骗子 关进监狱 晚些时候 布朗先生微服出行时 在三等车厢被活捉 他们让布朗先生签了 另一份请愿书的副本 第二天出庭时 来到法官们面前的是一个皮肤 染成黑色 满口流利西班牙语的人 律师们证明这个人 不是杰克布朗 而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草药贩子 不久面对工人们新的努力 律师们在多处公开展示 布朗先生的死亡证明书 该文件经领事和外长们认证 证明当事人已于6月9号 在芝加哥被救火车压死 工人们厌倦了这些荒唐的诡辩 越过马孔多当局 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那里操纵法律的魔术师们证明 所有的指控都毫无效力 因为香蕉公司没有 从未有过 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 一直以来都是招募临时工 由此 关于弗吉尼亚火腿 神奇药丸和移动厕所的谎言 彻底破灭 法庭做出最终判决 颁布公告 严正宣布 根本不存在什么工人 大坝工爆发了 登座在田间停滞 香蕉在枝头腐烂 120节车厢的火车 纷纷瘫痪在枝线上 悠闲的工人挤满各村镇 土耳其人大街迎来漫长的喧嚣周末 雅各酒店的台球厅 不得不24小时分场开放 军队宣布寿命重建公共秩序的那天 何塞阿尔卡丁第二正待在台球厅里 尽管没有未卜先知的才能 他仍觉得这一消息不斥一个死亡的宣告 自从那个遥远的清晨 马尔克斯上校带他观看行刑以来 他等待已久 不祥之兆并没有扰乱他的镇静 他照旧打球 连击也没有失误 不一会儿 鼓声大作 号角长鸣 人潮喧嚷 他便知道 不论这一局台球 还是从那个光看行刑的清晨起 他与自己玩的孤单沉默的一局游戏 都已告终 于是 他向街上张望 就看见了军队 三个团的士兵 踏着苦意犯滑奖的鼓点行进 大地在他们脚下震颤 他们仿佛多头巨龙一般 在正午的阳光中呼出臭气 他们矮小 结实 粗鲁 他们像马一样流汗 发出太阳暴晒下的瘦脾气味 带着内地人寡言的漠然 和难以捉摸的神情 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 但给人的印象 似乎只有几个小队来回转圈 因为所有人都很相似 仿佛一个母亲生出的儿子 并且都同样单一致地 承受着背囊和水壶的重负 上了刺刀的步枪带来的耻辱 盲目服从与荣辱感之间的矛盾 乌尔索拉在自己床榻上的黑暗中 也听到军队经过 交叠两指 举起手来 桑塔索菲亚德勒比达 一瞬间显出行迹 趴在刚运好的绣花桌布上 想着儿子 和赛阿尔卡凋第2 而他正不动声色地 看着最后一队士兵 从雅各酒店门前走过 根据军事管制法 军队负有处理争端的职责 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 争取和解 刚在马孔多路面 士兵就放下步枪 采摘香蕉 装上火车起运 迄今为止 一直安于等待的工人们 没有其他武器 便带上干活用的砍刀 钻进山林 开始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烧毁种植园和货站 破坏铁轨 阻止用机枪开路的火车通过 剪断电报电话线 水渠被鲜血染红 依然健在的布朗先生 连同家人及其他同胞 被送出电网基隆 抵达军队保护下的安全区 眼看一场血腥恶战一触即发 当局发出通告 呼吁工人们到马孔多集合 通告中宣布 省军政主席 将于下星期五前来调解争端 和赛阿尔卡丁第二 混在从星期五一早 就向车站集中的人群里 他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层的会议 与加比兰上校一起 被指派混进人群 见机行事 引导群众 当发觉军队在小广场周围 布下多处机枪掩体 电网内的香蕉公司所在地 也被炮兵保护起来 他便感觉不妙 口中涌上一阵苦涩 快十二点的时候 等待的火车仍未到达 包括工人 妇女和孩子在内的三千多人 挤满了战前的空地 又挤进一旁 已被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的街道 那场面不像是欢迎会 更像是欢闹的集市 土耳其人大街的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小店都移了过来 人们在烈日下等待却仍心情愉快 将近三点时有传言说 专列要等到明天才到 疲倦的人群发出沮丧的叹息 这时一位中尉登上车站屋顶 站在四个瞄准人群的机枪掩体之间 要求人群肃静 何塞阿尔卡丁第二身旁是一个十分肥胖的赤脚女人 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 一个四岁 女人并不认识何塞阿尔卡丁第二 自己抱起小的那个孩子 请何塞抱起另一个 好让他听清下面要说什么 何塞阿尔卡丁第二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多年以后 尽管没有人相信 这个孩子还会传讲 他曾亲眼看到中尉拿着喊话筒 宣读省军政主席的四号令 政令由巴尔加斯将军及其书记官伊萨查少校签发 全文共三条八十字 宣布罢工者实为一伙不法分子 受命军队予以枪决 政令念完后 一位上尉在震耳欲聋的虚声和抗议声中 接替了站在屋顶上的中尉 拿起喊话筒示意 有话要说 人群恢复了平静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尉的声音低沉缓慢 带着些许疲倦 各位 有五分钟的时间撤离 虚声和高声喊叫 淹没了即时开始的君号声 没有人挪动 五分钟过去了 尚未声调不变 再有一分钟就开枪了 何塞阿尔卡丢第二 留着冷汗 把孩子放下来交给他母亲 这些混蛋真会开枪的 那女人喃喃道 何塞阿尔卡丢第二 来不及说话 因为他随即听到 加比兰上校用沙哑的嗓音叫喊着 重复那女人的话 现场紧张的形势 奇异的沉寂令他心醉神迷 并且确信任何事都无法赶走这些 沉浸在死亡诱惑中的人 他踮起脚尖 越过前方人群的头顶 平生第一次抬高了音量 他高喊道 混蛋 这一分钟你们自己留着吧 他喊叫后发生的事情 并未令他产生恐惧 而是恍如幻觉 尚未下令开火 十四处机枪掩体历时响应 但一切晚思一场闹剧 仿佛机枪正在喷射的只是骗人的烟火 只为能听见急迫的枪声哒哒 能看见白痴的烈焰喷吐 却感受不到任何轻微的反应 听不到任何声音 甚至一声叹息 密集的人群仿佛瞬间石化 刀枪不入 突然在车站一侧 一声垂死的呼嚎 打破了着魔般的状态 啊 啊 妈妈呀 一股翻天地覆的力量 一种火山爆发的气息 一阵大难临头的咆哮 在人群中以无比凶猛的势头 突然爆发 何赛阿卡迪奥第二 几乎来不及抱起孩子 而他母亲和另一个孩子 已经被四下奔逃的 金黄人群所吞没 多年以后 尽管仍被邻居们当作胡言乱语 那孩子还会传讲 自己被何赛阿卡迪奥第二 举过头顶 随他奔走 几乎腾空 飘荡在人潮的恐惧之上 冲向附近的街道 他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 看到失控的人群冲到街角 一排机枪开始扫射 许多个声音同时尖叫 趴到地上 趴到地上 第一波人已经这样做了 被淡雨横扫在地 幸存者们没有趴到地上 反而试图冲回广场 却在恐慌中 仿佛被巨龙摆尾 一击而退 密集的人潮 撞上反向而来的 另一波密集人潮 后者已被对面街上的 龙尾击溃 那里的机枪 也在一刻不停地开火 人们走投无路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渐渐向中心缩龙 因为机枪子弹 仿佛不知满足 又条理分明的剪刀 正像剥洋葱似的 将周边有条不紊的 逐一剪除 孩子看见一个女人 双臂乘十字平身 跪在一片神奇的 未遭践踏的空地上 满脸鲜血的 和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在倒地的一刻 将他推到那里 随后 蜂拥而至的人潮 淹没了空地 淹没了跪着的女人 淹没了旱季 高远天空中的光线 淹没了乌尔苏拉 曾受出无数糖果小动物的 这个该死的世界 和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阿尔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仰面躺在黑暗中 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列长的 望不见头的沉寂火车上 头发因凝固的鲜血而硬结 全身骨头都在疼痛 他感到困意难忍 他准备抛开恐惧大睡一场 便换成侧身的姿势 以减轻痛楚 这时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身上 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 没有一处空的地方 大屠杀应该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因为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 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 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 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 把尸体排好马骑 为了逃出梦魇 和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 匍匐着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 当火车驶过一座沉睡的村庄 借着板条间硬进的光线 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 女人的尸体 儿童的尸体 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 被丢入大海 他只认出一个在广场上卖饮料的女人 和加比兰上校 上校手里还握着卷成一团 戴莫雷利亚银搭扣的皮带 曾试图用来在恐慌中开路 到达第一节车厢后 他跃入黑暗之中 卧在水沟里直到火车过去 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火车 有将近两百节运货车厢 首尾各有一个车头 中间还夹着一个 火车悄无声息地在夜间滑行 车上没有任何光亮 连定位的红绿灯光也没有 车厢顶上依稀可见一停停机枪旁 士兵的黑影 午夜过后突降暴雨 何赛阿尔卡迪奥第二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 却只知道只要与火车反方向而行 就能回到马孔多 三个多小时后 他已经浑身湿透 头痛欲裂 在佛小的晨光里远远看见了第一排防射 他寻着咖啡的香气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正向火炉弯下腰去 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好 我是何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他逐字说出全名 向他证明自己还活着 他这样做很明智 因为那女人刚开始看见他那副憔悴 阴郁 头上衣间都沾满血迹的模样出现在门口 还以为是鬼魂显现 女人认得他 给他拿了一条毯子预寒 好等着脱下来的衣服在火上烘干 为他烧水清洗伤口 好在只是皮肤上的一道划伤 又给他一片干净的尿布把头包住 然后女人按照传言中 波恩迪亚家人的习惯煮了杯不加糖的咖啡给他 把衣服在火边摊开 何赛阿尔卡迪奥第二喝完咖啡才开口说话 他喃喃道 应该有三千人的样子 什么 死人 他解释道 所有在车站的人都死了 那女人用同情的眼神打量着他 这儿没有死人 女人说 从你伯父 也就是上校那时候起 马恐多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何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在到家前一路逗留过的三家厨房里 都听到同样的回答 没有死人 他走过车站广场 看见油炸食品摊子的桌子已被码起 那里也没有留下任何屠杀的痕迹 雨下个不停 街上空无一人 家家大门紧闭 看不出里面有丝毫生命的迹象 直到第一声弥撒钟声响起 才有了一丝人间气象 他敲开了加比兰上校的家门 一个他以前见过多次的孕妇 当面把门紧紧关闭 他走了 那女人惊恐地说道 回他的老家了 电网基隆的正门和往常一样 有两名地方警察守卫 他们身着雨衣 头戴橡胶头盔 在雨中仿佛石像 在偏僻的小巷里 安迪列斯群岛的黑人 齐声唱着安息日的赞美诗 何赛阿尔卡迪奥第二 翻过院墙 从厨房进了家 桑塔索菲亚德拉比达 几乎没有提高声音 他说 别让菲尔南达看见你 他刚起床 仿佛在完成一项 早已领会的使命 他把他引到便盆室 收拾出 米尔基亚德斯 快要散架的行军床 还在下午两点 趁菲尔南达午睡的时候 从窗子递进了一盘食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